文化脉络中的数学 爱学的心灵版画 按照一般的标准 这位荷兰的版画家 M.C. Asher 当然不是数学家 但是数学界把爱学 拥抱为自己人 在国际的数学家大会里 为他举办个人画展 在最权威的数学家 传记网站里 为他写了传记 我们在这本书里 介绍爱学的话 特别要强调的是 他思绪里的数学成分 以及他这个人 跟数学界的互动 如今爱学 已经辞世超过40年了 所以可以安全地说 他的创作 已经成为经典 而他的生涯代表作 很可能是这一幅 坐在63岁的瀑布 阅读历来的文化创作 大师将会发现一个 颇为普遍的现象 那就是数学跟音乐的天分 似乎成熟得比较早 而画家通常是 大器晚成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像爱学曾经在法国南部的 Lasku 岩洞 观赏 一万五千多年前 留在岩洞的墙壁上的壁画 他很有感触 一则是 过去的艺术家 留下了那么多的创作形式 后来的人要有所创新 要突破 就会更加的困难 其次呢 虽然可以看到过去的人 发展出一些作画的技术 就算你学了那些技术 也不能立刻就经熟 你还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从头开始一步一步的练习 一步一步的吸收自己的经验 才能够画得好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 画家通常都是比较晚熟的吧 不可能的图像 瀑布的画面主角是一连水墓 它推动了一轮水车 整栋建筑坐落在爱雪 魂牵梦营的意大利南方 刚开始 吸睛的或许是左下角 被过度放大的台仙 或者是双塔上的装饰品 分别是融牵在一起的 三个正立方体 和三个八面体 但是再多看一眼 就应该会觉得奇怪了 那些落下来的水沿着渠道 流着流着又流到了水车的上方 源源不绝地提供转动水车的能量 像瀑布这样的作品 称为错识或错觉艺术 表现的重点 放在我们大脑 因为对图像的成见或概念 会自动整合的作品 不合理的地方就不容易被发现 或者只会选择某一个角度来观看 而它的趣味就是 在细看之后 如果发现了巧妙的矛盾或误导之处 就会感到惊喜 画家都嫌熟透视逻辑 但很少人像艾雪这样 精妙地反用透视逻辑 利用它来引发错觉 同时创造有艺术品味的作品 相对论 这幅画展示了一个三度空间 在这空间里有三个互相垂直的重力场的方向 也可以说有三种互相垂直的平面 每一个方向都有它自己的地心引力 就好像三个世界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 例如在板画的中央 有一个人从地窖里正走出来 他左边的墙是旁边坐着那个人的地板 而他右脚踏上去的地板 是右边正在下楼那个人的墙壁 艾雪利用黑白对比 产生了凹凸两可的效果 使得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能共用一个楼梯 这幅画或许是画家心目中 对相对论的诠释 但我倒是觉得 它诠释的是我们的民俗信仰 那就是说 在同一个空间里 可能住了两种三种不同世界的居民 平常相安无事 但偶尔发生意外就会撞到 所谓ICM是国际数学家大会 每四年举办一次 像奥运一样 1954年的那一场ICM 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 而主办单位的大会 邀请艾雪做一场盛大的个人画展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 当时的邀请卡之一 后来成为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大师的 Penrose 当年23岁 是剑桥的研究生 他以数学研究生的身份 从英国到荷兰参加这一场数学家大会 在那里 他欣赏了艾雪的创作 并且受到相对论这幅画的启发 开始思考 以透视逻辑创造空间之视节矛盾的最基本原理 他做的是理论物理 而理论物理基本上就是数学 所以作为一名理论物理或者数学的学者 Penrose的基本训练跟思考的习惯都倾向于探索事物或现象的最基本原理 经过一再简化与抽象化之后 Penrose获得了一个最基本的 可以画在平面上但空间中不可能存在的那种结构 现在我们就称他为Penrose三角形 Penrose跟他爸爸分享这个发现 这位老Penrose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 他应用儿子的发明 设计出一系列的不可能的结构 或者是模拟两可的造型 他还用木头制作了一些模型 这些模型在空间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只是做出来之后 如果从很特殊的视角眼光看下去 就会呈现出犹如Penrose三角形那样的视觉效果 他们父子两人在1958年 联名在心理学期刊上发表了这些发现 并且寄了一份论文的抽印本给爱学 我写书的时候这事还没发生 不过现在我们知道Penrose在他89岁的时候 也就是COVID-19肆虐的那个2020年 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事实上同样在1958年 爱学的寥望台 几乎与Penrose父子平行发展出 同样的不可能的结构 既相对论之后 爱学想要挑战更高层次的不可能 相对论只是不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 并非绝不可能 而撂望台则是真正的不可能 你看着那个撂望台的一楼 他窄的那一边看起来朝着左前方 但是二楼窄的那一边却是朝了右前方 一楼跟二楼两者之间的缺口 恰好可以让一副木梯树立在一楼的室内 却搭在二楼的室外 这难道会是说里面也就是外面 外面也是里面吗 那可就不见得了 你看地下室故意画了一个铁窗里面 禁锢着一个人 那个人就很清楚 里面就是里面 外面就是外面 瞭望台的构图原理 就画在那个图画里 在图画的最下方 台阶浮墙下面坐着一名少年 他正困惑着看着地上一张图 或许那个图是刚才在数学课发的讲义 在那图里面有一个长方体的示意图 由十二条线段画成 代表了长方体的十二个棱边 但是那十二条线段有两个交叉点 数学老师跟大部分的同学 似乎都觉得理所当然 只有这个少年幻想着手中的长方体 不知道那两个交叉的线段 到底哪条应该在前面 哪条在后面 还是两条都在前面 还是两条都在后面呢 他紧握着手中那个不可能的长方体 沉浸在他的困惑之中 我忍不住的想 这个人啊 是不是就是44年前坐在教室里 感到困惑不已的少年爱学呢 有人说爱学的瞭望台创作灵感 来自于所谓的内刻方块 但我认为 只要赋予视觉创意的学生都不难发现 画在黑板上的那种长方体线段图 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所以重新发现内刻方块的可能性极高 爱学应该是独立发现了长方体线段图的措施 并且赋予他艺术的诠释 爱学跟潘洛斯父子 终于在1960年会面了 那天 他们发现爱学跟老潘洛斯生在同一年 但是当时他们当然不知道 这两位大师也将在同一年逝世 老潘洛斯向爱学展示了走不完的台阶 他用木头做的模型 后来又称为潘洛斯台阶 不过要注意潘洛斯台阶是老潘洛斯做的 潘洛斯三角形是Roger潘洛斯做的 爱学几乎立刻就把潘洛斯阶梯 复制成了一幅画 生与降 在这个图里描绘了一座学院式的建筑 它的顶楼有许多人沿着台阶攀爬而上 或时机而下 但你如果注意看人们的脚步 就会发现这在真实世界是不可能出现的建筑结构 这个令人迷眩的回转梯 重复出现在后来的很多很多影片里 生与降几乎就是瀑布的暖身之作 现在再来看看瀑布 就应该看得出来 爱学在构图里用了三个潘洛斯的不可能的三角形 就是在水道跟柱子相衔接的地方 一共出现了三次潘洛斯三角形 而且现在我们也更能理解 数学家为什么那么喜欢爱学 因为爱学利用透视了逻辑矛盾 创造出心灵上可喜的艺术 正如数学家利用逻辑上的矛盾 确认出理智上可喜的真实 比如说分数的平方永远都不可能是2 也就是说根号2不会是有理数 或者说不存在最大的直数 其实也就是说直数有无穷多个 球面的磨血 画家都要做进物练习 而进物的极致练习应该是球面的描绘吧 爱学在30多岁的时候掌握了绘制球面的技巧 例如这一幅在1934年画的两样家式 《进物与球面镜》 画面左边是他岳父送的波斯人面鸟 那是一个由钢料所做的雕塑品 这只宠物经常进入爱学的画 右边是一只镜面的圆度瓶 爱学把它自己印在里面 他的桌上放着一块德国石灰岩板 他正在上面绘制这一幅石板画的圆板 虽然爱学不像范古那么爱画自己 但是他的确也为自己留下了一些影像 在圆度瓶上的远距离自画像的下一年 他就大大方方的把自己画在 手上的球面镜里面了 画面中看起来是左手 其实那是他的右手 爱学是个左撇子 必须用右手拿着球 而左手画在石板上 通常板画家要将一幅圆稿的镜像 印在板上 才能够印出与圆稿左右一致的画 但是爱学并没有对手上的球面镜这么做 他把正像画在石板上 而印制出来的镜像的板画 给我们看了就好像他是用左手拿着球 其实如果不说 谁又会知道而且谁又会关心 那只手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呢 这就是物理学所谓的对称性 留心看一下 就会发现爱学的大部分画作 不但是无关左右的 除了风景画以外 甚至于它会是左右对称的 爱学在1922年 从工艺学校毕业之后 一边在欧陆游历 一边展开了他的职业版画家生涯 他在旅途中爱上了南意大利 而且在那边结婚成家 不再漂泊 可是就在画手上的球面镜的那一年 爱学因为不利的政治气氛 西家代卷离开了罗马 我想这幅镜物想要留作纪念的 除了他自己的影像之外 或许是那个被收进了球面镜里面的整个房间吧 牵出罗马之后 爱学曾经短暂寄居于瑞士和比利时 最后在1941年回到荷兰 青年的时候离家展开的那一段壮游 几乎历时了19年 平面拼贴 爱学读的是工艺学校 他在学校接受的是关于地砖跟壁纸的设计的训练 地砖和壁砖 不仅是它的外形必须要能够铺满一整个平面 还得要考量生产技术和铺就的美感 所以这设计应该要可以拼凑成规律变化的图案 如果我们不管地砖上的图案 只讨论地砖的外形是否可以无缝 而且不重叠地铺满整个平面 这是一种称为正规平面分割的数学问题 在小学 正规平面分割又常被称为拼贴或是镶嵌 英文是Tessellation 或许是因为爱学的教育背景 使得他很喜欢拼贴 所以在这个主题留下最多的作品 台湾的数学教育没有拼贴这个主题 而且我们生活环境中 地砖大多是缺乏设计图案的长方形 所以我们对于拼贴的数学性质感到比较的陌生 相对的 英国美国的小学数学教育都有拼贴这个主题 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中 可能看到更多样式的地砖形状和文式 画面上这幅图是爱学将近24岁的时候 从工艺学校毕业的毕业作 画面上的图案其实是一块地砖被铺了四次 在版画上其实是一块木板被印了四次 所谓正规平面分割的意思就是只用一种固定的形状 将它平移旋转或翻转 无缝而且不重叠的铺满平面 例如爱学在1942年做了一幅设计图 图中仅有一种西异的形状 以三种颜色铺满了平面 爱学的平面拼贴作品都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 图案中没有背景 两组或更多组的图案彼此成为对方的背景 彼此镶嵌或是拼贴铺满整个平面 第二 它坚持要创造人们可辨识的形象图案 而不是纯几何 不像是清真寺 清真寺里面有许多的拼贴 但是因为伊斯兰的教义不准使用生物的形象 所以他们全都采用抽象的几何图案 作为拼贴的基础 过立台湾师范大学数学系的许志农教授和他的研究生们 做了许多正规平面分割技术的解析 让我们了解到 如何以正方形或长方形或正三角形或者是菱形 其实菱形是由两个正三角形组成的 或者是正六边形 当然它是由六个正三角形组成的 以这些形状为基础 经过巧妙的剪贴而设计成平面分割的图案 他们并且公布了示范影片和创作集锦 艾雪的拼贴板画为数学界添了一篇佳画 葛登能 Martin Gardner 是科学人杂志的专栏作者 他在台湾的某些翻译的作品上被称为葛老爹 我们到下一篇再详细介绍他 葛登能是把艾雪介绍到美国和加拿大的重要推手之一 在1975年的两期科学人的专栏里 葛登能介绍了跟艾雪的拼贴板画相关的正规平面分割的数学研究 当时人们已经知道任意的三角形和突四边形都能够铺满平面 超过六个边的突多边形也就是七边八边九边的突多边形都不能铺满平面 而仅有四种突六边形可以铺满平面 正六边形跟另外三种不规则的六边形 所谓突多边形的意思 顾名思义就是每个角都是向外突的意思 而数学的定义就是每个内角都不超过180度 当时人们还不清楚突五边形的情况 在葛登能写专栏的时候 数学家已经发现了八种可以铺满平面的图五边形 而且已经停顿在这个点上半个世纪之久了 一位住在美国加州南部 只有高中学历的52岁家庭主妇莱斯太太 每个月都会翻阅他儿子定的科学人杂志 那年12月 他读了葛登能的专栏之后 觉得自己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他一边准备全家的耶诞大餐 一边躲在厨房里偷偷地做他的数学研究 他陆续发现了五种可以铺满平面的突五边形 荧幕上他的照片下方就是其中一种 莱斯太太把他的发现寄给了葛登能 葛登能又把他转给一位专业数学家 那位数学家做了证明之后 帮莱斯将他的发现发表到书学的期刊上 从1975到1977年这两年之间 可以铺满平面的突五边形种类 从八种猛进到十三种 但是从1977年到我写这篇稿子的2014年之间 平面拼贴问题又沉寂了一段时间 只有在1985年发现了第十四种 可以铺满平面的突五边形 后来到了2015年才又突然活络起来 那一年台湾出现了一份专门传播数学新知识的数位媒体 叫做Unimath 那个网站在2015年的8月做了一则报导 消息是说 终于发现了第十五种新的可以铺满平面的突五边形了 后续的发展就请读者自己注意咯 连续渐变与循环 除了矛盾和映射的妙用 以及各种对称方式的平面拼贴以外 爱学令数学家为之倾倒的另一类作品 就是连续渐变 Morphing 在电脑动画的这个时代 如今这种技术已经有软体可以代劳大部分的技术细节 而数学家在更早以前 便在拓扑学的Homotopy这个主题里面 思索了这个现象 爱学没有看过现在这种连续渐变的动画 当然也没有学过拓扑 凭着他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而成就了这些作品 一幅早期的作品 《循环》 结合了渐变和平面拼贴这两种元素 一个跑下楼梯的快乐小人 从立体图像渐变成平面图案 以三角形 也就是它有三条对称轴的方式 贴满了下方的平面 然后这些图案又慢慢的上升 转变成菱形 而三种颜色的菱形组成了正方体 融入了建筑的主体 那个小人又从里面跑了出来 爱学或许会暗自懊恼 《循环》这个题目给得太早了 他后来做了更美妙 更深刻的循环 就好像小说家米兰昆德拉 似乎在他后来的小说里 都暗示着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这个题目实在给得太早了 爱学在循环之后 大约两年而做的《变形二》 是一幅大约四公尺长的长幅作品 或许它比循环还要更循环些 从《变形二》左侧 简朴的文字隔线出发 想象着低沉的四二拍子背景音乐 随着正方形棋盘格 经过一段变奏之后 序曲转变为四三拍子的第一乐章 蜥蜴从地里爬了出来 蜜蜂也从蜂巢里飞了出来 万物滋长生生不息 欢愉的乐音带我们来到 南意大利地中海边的一座小镇 音色逐渐暗淡下来 伊斯兰形式的防御堡垒跨入海中 变成了夕阳棋盘上的城堡 序曲的旋律再度浮现 灯光渐暗 标题文字变成了羡慕文字 艾雪在1968年 把变形二做了些扩充 就是变形三 这幅画应该算是 他的最后一幅作品了 2012年修课的邱同学 把他变成了动画 非常符合我们的想象 只可惜我心中想的那一首音乐 还是没办法做出来 标题文字变成了羡慕文字 将这幅画连成一个长条 再将它的首尾都出现标题字的位置重叠 粘贴在一起成为一个环 就真的可以循环不已地展出了 就好像上紧发条的音乐盒 可以循环地播放 渐变过程中出现多次的平面拼贴 在简单的几何和复杂的生物形态之间转换 在平面跟立体之间转换 在生命和物质之间转换 爱雪完成了一幅丰富的版画 爱雪最具代表性的平面拼贴加上渐变的作品 应当是这一幅咒与夜 据说这也是他卖掉最多的一幅作品了 这幅作品的图案左右对称 颜色相反 从左边白昼的城市与河流 沿着天空上飞行的黑鸟 将我们的视线慢慢转换成白鸟 黑鸟与白鸟在图片的中央分割了平面 它们向下渐变成田野 向两侧渐变成对方的背景 在视觉效果上 这幅图同时具备了基对称和偶对称的双重特质 就图案的线条而言 它们对称于中垂线 是一种偶对称 就颜色来说 则左右相反 是一种基对称 但我要强调这只是视觉效果 因为如果按照数学语言的严格性来说 其实图案的线条并没有真的左右对称 那些白鸟跟黑鸟的位置高低 是稍微有点差异的 另一幅拼贴渐变的作品 太初 具体表现了万物生习与生命循环的意涵 写在中间的verbum是拉丁文 它英文的意思就是word 爱雪根据这个字在圣经 in the beginning was word 这句话的位置 引申它作为in the beginning的意思 就是verbum引申为in the beginning的意思 所以我将这幅画的名称意义为太初 而不是直译为字或者是道 在太初这幅画的正六边形构图的中心 浑浊的灰色地带写着verbum 从那个浑浊不明的太初向外延伸 黑白相间的三角形逐渐演化成青蛙 鱿鱼跟飞鸟 这些生物组成另一个内阶六边形 而内外两个六边形之间 示意了天空海洋和陆地 还有白昼与黑夜 或者说日与月 从中心向外 黑色三角形渐变成暗夜的底色 白色三角形渐变成白昼的底色 顺时钟旋转 白色生物转给黑色 黑色转给白色 而生命的形式也在青蛙 鱼和鸟之间转换 读到这里 会不会想爱雪是一名基督徒 其实这是个误会 解读他的文章 他比较像一名无神论者 爱雪的话 自在地引用了基督教 犹太教 回教跟佛教的元素 以太初这一幅画为例 虽然借用了圣经里的一个字 关心的却主要是万物的知习 甚至还有生命形式各占亭靠 的这个隐喻呢 回顾一下这一幅 爱雪创造了这幅西意图之后 端详的它 有个感觉非常困扰 那就是他感觉这一幅画 非常的虚假 就好像他亲手射杀了这些蝙蝠 于是 当他掌握了平面与立体的 渐变技术之后 爱雪就着手设计这一幅爬行 他想要让那些扁平的蜥蜴 活起来 平面上的爬虫像是一幅拼图 后来真的在博物馆的商店里面 被做成了拼图 铺在书桌上 而桌上还有一些物品 包括一小壶酒 一盒卷烟纸 一个正十二面体 那个蜥蜴从平面的地地爬了出来 历经他的幼年 少年 进取向上的青年 意气风发的成年 在他人生的顶端呼风唤雨 然后他不知道已经开始要衰老 走下坡 然后一只脚进了棺材 最后啊 尘归尘 土归土 他又回到了平面 尺度的循环与渐变 球面的精确描绘 乃至于拼贴和渐变的技巧 都不能成就一名艺术家 爱雪从球面技术的掌握出发 融合了立体透视 球面映射 连续渐变 循环和无穷的意念 在这条思路上走了将近二十年 然后他提出了一幅 绝无仅有的巅峰之作 画廊 让我们的视线 从右下方的画廊大门进去 我们看到两名访客 和挂在墙上的两列板画 颇明显的 画廊里挂的全是爱雪曾经画过的版画 如果挂在画廊里面的 都是爱雪截至1956年所做的版画 那么这一幅版画算不算在内呢? 它是不是也应该放在这一幅画里面来展出呢? 是的 这一幅画也在画廊里 就是左边那个年轻人正抬头看的那一幅画 画里面的物件比例 从画廊入口开始 沿着画面的下方 以正常的比例朝着年轻人的背影逐渐放大 造成右方看起来比较远 而左侧看起来比较近的透视效果 但是逐渐放大的数学规则 并不理会透视的真实性 而继续地朝上发展 在年轻人面前的那幅画里 下方的海港有一艘船 后方的山坡有截次零比的房屋 逐渐放大的数学比例 沿着年轻人的视线继续进行着 脱离了物质世界的真实 而进入了数学和艺术的真实 比例尺度随着视线转到三点钟位置 我们看到山坡下港边的第一排房屋的二楼 一位妇女已在窗台 仿佛从画里望着画外的年轻人 但是妇人窗下的屋檐就是画廊的屋檐 而檐下的廊柱和窗棱之内 有两位访客正观赏着爱学的版画 如果左侧的年轻人看得够仔细 将会发现他自己在画里 港边第一排房子的画廊里 看着同样的一幅画 用数学的说法 爱学希望这幅画具有尺度的周期性 意思是说 当画面逐渐放大到原本的尺度 则一切都会重复 我们经常有机会观察到尺度的周期性 只要站在两面互相平行的镜子之间 就会看到两侧的镜子里 有无穷多次的重复的图像 按照比例缩小 也就是说彼此相似 在画面上 左边是我自己拍摄的我的电脑荧幕 那天我用Google的远端桌面 来分享桌面给别人 后来我想 如果我分享桌面给自己会怎么样呢 于是就做了这件事 你用Google的远端桌面分享给自己 就会看到无穷的循环 那右边呢 画面的右边 我们看到荷兰一个可可粉的包装盒 它的厂牌是Drost Drost在1950年以前 就发明了这样的封面设计 这上面有一位女士 拿着一个木头的托盘 托盘上放着一盒可可粉的包装 而托盘上的那一盒可可粉 上面的那一位女士 手上又拿了另外一个盒子 然后那个盒子里面又有一个盒子 如此的无穷重复下去 因为这家公司的设计 所以这种尺度周期性的图画 就被称为Drost Effect 卓斯特特效 这个特效的名字 它不是来自什么有名的人 就是这家公司的名字 各位不妨上网路商店找找看 Drost的可可粉现在还在卖 而且还买得到这种包装的可可粉 既然连商业包装都想到了这种特效 20世纪的人 当然早就熟悉了这种现行的尺度周期性 所以艾雪当然不能满足于这种单纯的周期性 因此他为这幅作品增加了一个扭曲 一个Twist 就好像数学老师喜欢在考题里面增加一些扭曲那样 不是直接的出题目给你 艾雪是设想画廊这幅画要一边旋转一边放大 使得画面旋转一圈之后恰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这不容易想象 所以我们先看一个把它扭转回来 变成现行的尺度周期性的一个概念的话 这个概念呈现的是艾雪那个想法 但是用简单一点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我们看到年轻人在画廊里看着一幅画 这一幅画呢 也是在一个港边 然后港边的第一排房屋 这个二楼有一位老太太往下看 第一排房屋的窗棱里面看到了这个画廊 再回到艾雪这幅画 如果逆时钟的旋转会使得画面放大 那么顺时钟就应该是让它缩小 朝着画面的中心无穷的缩小进去 但是艾雪毕竟全凭直觉作画 在数学上它力有未带 所以它绘制了这幅画旋转一圈的第一段周期之后 就把那后面理论上应该有的无穷多段的周期 留在中央的空白处 签名结案 至于艾雪为什么会想到扭曲空间这个主意呢 据他自己说 是被爱因斯坦的弯曲宇宙的理论所启发的 第一流的艺术家经常能够欣赏科学或数学的创意 并赋予自己的诠释 别忘了他早先也有一幅名叫《相对论》的版画 艾雪在1956年留下的空白 由另一位荷兰人在2001年给补满了 他是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数学系的Lenstra Junior教授 他在搭乘荷兰航空回国的途中 读了飞机上的杂志 在那里知道画廊的故事 他发现艾雪想要完成的变形效果 可以经由一种非线性映射的函数来达到 他先将艾雪的版画扫描成数位图像 然后用他设计的映射的反映射 将版画还原成正常的透视比例 还原之后可以发现艾雪遗漏了 或者是不准确的一些地方 Lenstra Junior就把他印出来送回荷兰 请那边的艺术家把他补完整 然后再把补完的话重新数位化 就有了刚才看到的直线型的 尺度周期性的那个动画 那么把这一幅数位图像再经过映射 就可以实现艾雪原来想要达到的旋转型的 尺度周期性的一幅画了 数位画之后当然可以把它变成动画 让这个画廊真的旋转起来 无穷 循环或者周期性固然都有无穷的隐喻 但毕竟不是直接地表达出无穷 艾雪从40岁开始 在画作里就想要挑战无穷的呈现 他多次设法处理无穷这个概念 为了这个创作上的渴望 他一有机会就向人讨教数学 并且偏执地改进他的技术 譬如说 为了要制作外情相似 但是越来越小的图案 他把木板刨得像镜子一样光亮 为了要能够严格而且精密的测量 他不但自己制造非常非常细的雕刻刀 还在12倍的放大镜子下磕木板 而且当物件越小 他就得重复磕越多次 虽然艾雪在40岁左右就认识了几位数学家 特别是做结晶学的数学学者 却是在1954年那一个ICM的大会上 才开始结交到能够帮助他更上一层楼的数学朋友 特别是加拿大的数学家Cockster 根据后见之名 真正令他自己满意的无穷而且完美的作品 都得在1954年的ICM那一场个展之后 才会陆续的发生 而关键因素就是获得了首屈一指的几何学者Cockster的指点 艾雪的极限圆盘系列作品 显然受到庞加莱圆盘的启发 在画面上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纯几何形式的Poncari disk 这个圆盘是一个所谓的双曲几何的数学结构 圆盘上的每个三角形的面积 在新的几何意义之下都是一样大的 无穷是不可触及的 没有画家可以真正画出无穷 也没有人可以真正到达无穷 无穷即使在数学里看似一个可以操作的物件 通常我们就写一个像横躺着的8那样子的符号 但是严格来说 无穷毕竟就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真实的存在 所以艾雪当然明白 他不可能真的画出无穷 但是他还是很希望创作一幅让人可以直接感受到 或是感觉自己看到无穷的那样的话 而不是像他之前的这一类作品 读者必须要跟着作者的思路一同想象着无穷 就像前面看过的泰初 还有前两幅的涡流 那么更进一步 在他的心目中 一幅完美的无穷必须是一个圆 艾雪总算在他的极限圆盘4 达到了完美的无穷 这一幅由黑蝙蝠和白天使拼贴而成的圆盘 呈现了天圆地方 而且阴阳交替的宇宙意向 朝着圆盘边缘 那些蝙蝠跟天使变得越来越小 但越来越多 让我们看到了无穷 读者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理解极限圆盘4 先想象在平面上铺满同样大小的 一环一环的黑蝙蝠和白天使 这个平面拼贴是艾雪已经很熟练 而且我们已经了解的 在技术上 这些图案在平面上将会稍微涌肿变形 但这个现象无关红纸 然后呢 想象在铺满蝙蝠跟天使的平面上方 挂一个镜面的球 平面上无穷多的蝙蝠和天使 就全部会被收到那个球的南半球了 最后再想象 把那个南半球的影像正摄影成为平面上的版画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极限圆盘4了 数学结构 艾雪很喜欢数学结构 而且把它们用在他的画里 最基本的结构就是多面体 比如我们前面看到有蜥蜴爬行着的正十二面体 还有瀑布的塔顶上面 两个融迁的多面体 漂浮在虚空之中的群星 都是正多面体 或者两个三个融迁在一起的正多面体 画面正中央是一只由三个正八面体围成的笼子 里面关着两尾变色龙 艾雪在演讲中提到 他做这幅画的动机 就是喜欢这些数学结构 而他选择变色龙关在里面 导演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只是感觉这种生物很适合被关在那种笼子里面 这幅版画应该是黑白的 我们会看到某些彩色的版本 那是印制之后再用手画上去上色的 我们都知道一张纸有两个面 在数学上 所谓有两面的意思是 想象一只蚂蚁在其中一面上爬行 如果它没办法绕过边界 则它只能够在同一面上爬行 无法涉足到另外一面去 有一种著名的数学结构 那是仅有一根面的摩比乌斯带 想象在这个带子上 一只蚂蚁可以不绕过边界 而爬满整个带子 像这样的带子就只好说 它仅有一个面了 摩比乌斯带1 呈现了深刻的数学性质 假如我们沿着摩比乌斯带的中线 把它剪开 并不会断成两条带子 它还是一条连续的带子 但是恢复为两个面了 让我们想象自己走在摩比乌斯带1上面 右脚踏在红色的部分 左脚踏在白色的部分 则从任一个地方开始向前走 将会右脚永远踏在红色的条子上 左脚永远踏在白色那一条上 走遍这条带子的每一处 可见在图画里面那个红白两色的带子 整体而言就分别只有一个面 也就是说剪成了两条摩比乌斯带 划分红白两色的那一条缝 就好像沿着中线把它剪开似的 正因为在刚才想象的那个走路踏查的过程中 左右两脚踏着的颜色不曾交换 所以如果一开始 两脚都踏在红色的部分 那么在不越过剪开的那个缝隙的条件下 你永远也走不到白色那一部分 所以啊 剪开的摩比乌斯带 还是连续不断的一条带子 但是它可以分成红白两个颜色的两面 爱雪用三只抽象的鱼 手尾相连的呈现了这条剪开的摩比乌斯带 制作摩比乌斯带的方法非常简单 拿一条长方形的纸 将它卷成一圈 然后先把其中的一侧翻转一次 或者翻转任意基数次 就是翻转三次或五次都可以 再跟另外一面连起来 也就是使得一张纸 原本的正面跟它原本的背面连在一起 这样就成了摩比乌斯带 至于为什么从中间剪开不会断掉 而会多出来一个面呢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留作延伸阅读吧 既然板画的制作程序这么麻烦 而且又有许多表现上的限制 为什么爱雪坚持制作板画呢 为什么不直接画在纸上就好了 他曾经解释 第一是因为他最心于这项工艺 明明知道制版的程序限制了画作 但是他喜欢对付这些限制的那个过程 第二他着迷于复制 制版之后就要很精确很小心的复制 他非常热爱把画压出来的那种成就感 不但制成一幅画的每一块板要毫里不差 硬制的时候也要精确的对齐 当然爱雪也知道必须要节制复制的次数 否则保不住价格 1965年的3月5日 爱雪在答谢荷兰西弗萨姆市的市长 制证一份文化勋章给他的那场演讲中 请市长不要以艺术家的荣贤来称呼他 那会令他相当难为情 他希望以图案艺术家的身份来获持荣誉 这是他自从进入建筑与设计专科学校 拜师学艺以来就一直认同的身份 但是他的作品显然超越了一般工艺的水准 于是在致辞的最后 67岁的爱雪说 他是一个具备心与灵的图案艺术家 虽然爱雪牵词艺术家的荣贤 我们还是这样称呼他吧 艺术家总是要创造美的作品 不一定要争其斗艳 更不一定需要有数学结构 回到荷兰的爱雪 有些作品并没有特殊的意义或目的 单纯就是想要表达 艺术家对于自然界简单的美 所感受的喜悦和尊重 水坑就是一幅典范 某天下午 这位艺术家到村里去买酒 正好下了一场雷震雨 就干脆坐在酒室里喝上一杯 雨停之后 他提着酒壶摇摇晃晃的沿着泥泞的小路回家 失凉香甜的空气钻进他的鼻孔 真夜上新沾的水珠点点滴落 一位乡民迎面而来打了招呼 灵星几辆脚踏车 撵着软泥擦身而过 艾雪看着地上的水潭 斜印跟胎痕 潭水把头顶上的松针捕捉下来 还顺手偷摘了刚升旗的满月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 生活中的一个寻常的午后 真实性 讨论艾雪的画作 经常会引导出真实性这个话题 的确 错觉之所以会错 都是因为人总是看他想要看到的 相信他想要相信的 传统的哲学议题 经常讨论心灵真实与物理真实的对立 病例或者是近涉 但此处我们想要提出第三种真实 数学真实 心跟物这两种真实的哲学讨论 多少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大家应该都熟悉的 最近有人 其实又是以Penrose为代表 提出第三种真实 数学真实 数学的结构不是物质的 它的真实性和时间与空间都没有关系 我们很容易理解数学真实 不同于物质的真实 最基本的 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一种物质来定义一 而且除了关于正整数的某些性质以外 数学的真实性在物质世界中根本是不存在的 再仔细想想 数学的真实也不同于心灵的真实 数学就像宇宙洪荒一样 并不是因为人的心灵而存在的 即使没有任何心灵或心智去认识它 那直角三角形的斜边所决定的那个正方形面积 还是一定会等于另外两边的边长所决定的那两个正方形面积的和 心、物和数学这三种真实 互不相同 也不相容 但是以潘洛斯三角形那种意象彼此支持着 容我这么说吧 爱学他那独步于古今的艺术 之所以能够直接撼动不承受过专业训练的赤子之心 同时获得心理、物理、哲学、数学这些专业学者的喝彩 是因为他以优雅、幽默而且精确的方式 把数学悄悄地融迁在大家熟悉的心和物这二元观念之间 让人感受到这三种真实的病例与分例 结语 爱学的作品直到民国103年才首次进入台湾 在故宫博物院做了三个月的特展 荧幕上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的一份海报 那这是当时的网页 那他们宣传这个特展的特色 就是在民国100年的时候 那是世界上各地办的艺术展览里 唯一超过那一年 在我们的故宫办的富春山居图的展览 所谓经典都是后见之明 一份作品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 证实它为后人开辟了新的视野 让人跟随、研习、批判 启发了无数的延伸或变形 才堪称为经典 在这个意义之下 爱学的创作在西方社会确实是经典 虽然爱学的成功是一个源自于特殊才华的个人成就 但我们却不该把它看成是文化中的孤立事件 或是历史中的偶然 任何一个个人的成就 少不了社会的支持 是因为社会上有那么多人与爱学的创作产生了共鸣 才成就了它的地位 这就是我想要在这本书里面说的 数学存在于西方文化之中的意思 而且这种数学并不是学校里用公式写出来的数学 虽然它确实是有需要精确计算的成分 例如它在做极限圆盘 或者是旋转的画廊的时候 但是有更多的是直接用心灵去感受的成分 虽然我们已经没时间举出更多的范例了 但还是要说爱学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 在西方的文化里 从达文西到比卡索到达利 西方的绘画者都朗朗上口的讨论着数学 前一篇我们看到达利的红唇椅 其实达利有非常深刻的数学画 譬如这一幅丁形Crucifixion 那里面有一个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其实是一个四度空间里面的正立方体 在三度空间里面的展开图 我们在这一篇看到数学呈现于版画的精彩范例 下一篇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位 以文学形式呈现数学的大师 至少数学词 是耶图